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刚才托雷老师说的是我的张杨姐姐 你好 以及我们系的领导 系书记 好好好 还有吗 还有我的哥哥们坐在后面 欢迎你们 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张杨 现在情况怎样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我是2012年应届毕业 像这个珊珊学妹一样 来到咱们这个非你莫属的平台上 找了一份工作 现在呢就是说 在我们天津新华投资集团 下属一家合资公司的副总经理 确实是如图雷老师所说 这个我也是扎根天津了 东家还是原来的那家应聘的老东家 没错 还是 一口气干了八年 对 买了房 买了车 对 那你今天怎么会来呢 今天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个马珊珊学妹 我们其实并不认识 她非常有心 她通过我们学校这个老师们的介绍 就是看了咱们非你莫属这个节目 她也想来这个平台 然后呢向我来问一些曾经的经验吧 做了很多的功课 所以说我今天来就是 一是向大家汇报一下我这几年的状况 最重要的原因是 为我们马珊珊同学加油打气 希望大家也多多给她鼓励 谢谢 来 请坐 据我们所了解 马珊珊所在的这个学校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把非你莫属 她曾经在这里应聘的他们学校的学生 作为案例来进行回顾 分解 只要上非你莫属来应聘的学校出车费 是有这个事吧 是 我们向系主任求证一下 各位在座的朋友们晚上好 我是河北旅游职业学院会计系的老师 我叫刘景真 我们学校呢 是贯彻 国家的高职教育理念 注重学生的成人成才 在马珊珊入学的两年半的时间里呢 从德 智 体 美 劳各方面表现优业 刚才主任说到的 我们会为选手 被这个车费 住宿费等等一些费用 都是由学校来资助的 我们学校的领导呢 在我来之前 也让我对这个平台表示感谢 对各位在座的企业表示感谢 以后有机会呢 到我们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去 我们有很多像张瑶 像马珊珊这样优秀的学生 等待着你们去招聘 感谢主持人 感谢在座的各位 谢谢啊 很感谢一个学校 这么重视一档节目 认可一档节目 在所有的应届 生当心目当中的企业价值 我们还是第一次听闻 这样的情况啊 我们掌声祝贺一下自己 好吧 我们就好好来了解一下 马珊珊 16岁兼职17岁尝试创业 我们有很多 每个年龄阶段的关键词 你想挑哪几个来说一说 尝试创业吧 那是大几的时候 17岁高二尝试过一次 大一的时候尝试过一次 成功了吗 高二的时候小有成就 大一的这个是正在想实施当中 这个第二页是我的部分工作经历 其中收获最多的就是 我做房产销售 就是职业顾问的那一段 还有就是做实习讲解期间 我接待过的团队大概有200余个 接待人次大概是一万余人 在这些个工作过程当中呢 我收获了很多 提升了我的应变能力 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 谢谢 来 算一下这个会计的优秀学生 干过你几种职业 我从事过财务助理 酒店前台 餐厅收银 餐厅服务员 实习讲解 促销员 以及厨房里面的冷凭师傅 你刚才露了一个你曾经干过的职业 是潮汐很感兴趣的 你为什么不说呀 实习讲解吗 旅游啊 顾问呢 你是不是干过旅游顾问 是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说了那么多就没说旅游顾问 我说了实习讲解 我不太知道你那个实习讲解 是一个什么样 是导游吗 对 你宰过课没有 没有 你看我性格像宰客的 你对宰客的那些人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职业操守 你觉得一个财务的职业操守是什么 爱港经业 假如李雨昕 你在他那儿做财务 他找了个男朋友 他跑到财务室来向你支五万块钱 说是李雨昕说的 假如这个男朋友就是潮汐 你会怎么回应他 潮总不好意思啊 今天咱们这个账上的钱不太够 要不您 五万块钱都没有 没关系的 那个雨昕跟我说了 说那个你现在去银行地还来得及 要不 我个人借给您点 可以啊 你借给我 把我给你打个欠条 行 明天 沈沈 你不担心风险吗 这人没准刚跟我提分手 然后他又去骗咱公司钱 你还不把钱袋守住 不是 你借钱给他是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 在公司的账上 我不能 不能 公司混淆 我觉得你太武断了 因为这件事情不管你是借 给他值还是不值 你一定是要跟雨昕合十的 对啊 这是最简单的呀 就是不要有完美主义的包袱 刚才你那个回答很显然 就是你怕所有老板觉得你拒绝他 或者你表现不好 然后你立刻说我自己借给你们 没关系 表现表达最真实的你自己 在生活过程当中呢 我确实是有一个 比较追求完美的这样 一个态度 我就这可能也是优点 也是缺点吧 回去我自己会注意 你要求薪资多少 希望薪资五千 毕业了吧 还没有再多 你找的是实习工作 对 没有地域限制 除了会计岗位之外 别的也考虑 其他岗位如果合适的话 也会考虑 来 第一轮选择 学后来 还有十四盏灯 天生唯有才 天生唯有才准备的是什么呀 我想发挥一下 我讲解的那个水平 介绍一下图蕾老师 好 来了 欢迎大家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现在我们所处的景点是 咱们非你莫属的 标志性建筑 图蕾老师呢 在咱们每个人的心中 可能固定的印象 就是严谨严肃 但是前两天 我关注了他的 抖音发现他的小秘密 他竟然在 612童节的时候 在自家后院 学霸王龙奔跑 您好 612童节想要什么礼物啊 想要可能 咱们自己做好不好 哇一只真狗龙啊 快跑啊 我不能说话 我是一座建筑 图蕾老师一不说话 加上场上的一些声音啊 瞬间就卡壳了 有点懵 把他后边的词给忘了 你说他那个图蕾老师 在表演一个恐龙 你能让他再表演一次吗 就是 这就可以你的 谢谢 下面有请咱们图蕾老师 为咱们现场表演一下 霸王龙怎么奔跑 好 哎呀 这突然之间让我跳吧 我们有点难跳 加油 加油 好 让我们难跳 其实那是为了逗孩子 逗孩子跳 我觉得他的整个的一个讲解 就是把图蕾当作一个景点来讲解 其实创意还蛮好 挺好 这是你自己想的创意是吗 就说少了一点 对 说多一点 进入职场新商课堂 自己参加完一场婚礼之后 收到新娘子的消息 你们的礼金实在太少了 都不够婚礼的酒水钱 麻烦补一下差额 你会怎么办 我会支付宝贸付宝账号发给我一下 你会给他补 为什么要补呢 他既然说出来这个话 他可能会觉得是我哪儿做的 不是特别合理 珊珊 你就回来好失望啊 对 珊珊 你是做财务会计出身 这跟你日常的工作是一样的 如果你接受到这个信息的指令 你就马上没有思考 她为什么这么说话 我为什么 因为我给你送多少钱 是我的心意 你在要 你要的跟我给的是两码事 你在这个怎么又回到 我觉得跟你前面犯的问题 潮汐借钱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方式 我也想说这个 就珊珊 你好散财呀 她跟第一次的那个潮汐之前的事 两件事放在一块 可以看到一点 她回避冲突 对 回避冲突 喜欢内归英 有个好处这样的性格的人 就是特别擅长改变自己 从性格角度来讲 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讨好型人格的倾向 讨好型内归英 可是唐好型人格是否适合财务这个岗位值得探讨 肯定不适合 那要不咱们还是别考虑财务这个岗位吧 对 我的建议你就是明确的 我是做BP的 说商业拓展的 为什么 就是在青春对你来讲 就仨字 可能性 等你什么时候自证腔圆 神冲气足地去沟通事情的时候 开始再考虑 刚才所说的商务拓展 你考虑吗 商务拓展其实我不是特别了解 行政 行政呢 行政可能会考虑吧 来 第二轮选择 虚货率 还有六盏灯 五盏ész 五盏 五盏 机长 啊